这是我老婆加拿大的律师 她在1月2024年的1月 已经在开始加拿大的离婚 我有先开始在这里 她把她抓回去台湾 我就过去那一年开始做离婚的动作 她现在抓回来 为什么 因为她不要在那边说 让大家知道 其实她在骗 没有家暴 让大家知道 其实她开始诬告我之前 已经把公司关掉 把钱淌起来 把房子买掉 把钱淌起来了 加拿大男性夏克利与黄佳谦 16年婚姻在2022年画下据点 两人离婚官司缠送至今 甚至扯出家暴一说 今天的新闻说 有人在过头剧团的围 开玩笑与黄佳谦说 加钱你最后一次被打是什么时候 你觉得一个过年的围啊 是一个好时机和地点去开家庭保利的网上 我跟你说 任何时候都不是一个好时机 太家庭保利的玩笑 你觉得一个真正被虐待的人 不会有一个巨大的 床伤 黄佳谦的回答是说 我看监据 我跟你说 他没有监据 他有被加暴 因为他没有被加暴 只有监据 他一直撒谎 假装他是受害者 一直说有监据 我要问你 你的监据是什么 因为我没有做任何事情 这是我老婆加拿大的律师 她在 一月 2024年的一月 已经在开始 加拿大的离婚 我有先开始在这里 他把他抓回去台湾 我就过去那里 开始做离婚的动作 他现在抓回来 为什么 因为他不要在那边输 让大家知道 其实他在骗 没有 家暴 让大家知道 其实他开始诬告我之前 已经把公司关掉 把钱躺起来 把房子埋掉 把钱躺起来了 这个不是他死期而已 你要想说 有一些律师公司 他们也会叫人家怎么做